今晚是一個非常難忘的一晚 這個獎特別非常大的意義 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今天 除了在这里一起的幕前幕后人 还有很多在今晚没有来 或者没有在这个台上的工作人员 大家为了这个电影 付出了无限那么多的努力的辛苦 我们虽然在现场大家拍得非常高兴 但是我相信没有高兴得过 大家知道我们今晚能够取得这个奖 这个奖我觉得是 也谢谢金正宁评委 我觉得最多谢香港观众 这个电影我们收到很多很多 很多的香港观众的不同渠道 告诉我们听他们挺喜欢这套戏 这件事是令我 我相信是令我们拳队最兴奋 最得着的一件事 亦都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去继续努力 我们这一家人一定会继续努力 我们会做出更好的电影 这个是我想说的 留下其他人说其他一点 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得奖的感受 又或者我们记者朋友 我觉得能够取得到这个奖 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最圆满 好像江先生所说 因为其实它代表了我们幕前幕后成组人 很深远他们度了多少年遇到多少困难 就是每个部门的一个肯定 亦都对我来说 这个都很重要的 是不是一定票房好 就不是一部好电影呢 原来票房好都可以是一部好的电影 我们又知道以后的方向 原来要做一部好电影 不一定要整死它 票房好都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开心的事 有没有哪位想分享呢 我们的电影是有超过160万香港观众 买飞进来看过 在这里特别想和所有买飞进场 支持我们的香港观众说一声 非常感激他们 香港电影 很感谢你们 恭喜 我们的记者朋友想问提问呢 说真的我是预认了没有的 但是刚才我是很紧张 因为到我那时已经是差不多最后了 还是一个奖 我们都拿不到 我就真的很想拿了 那时候 因为如果我拿的时候 我就会可以将这个奖 我心目中想着 Jack 如果跟着我们没有任何奖拿 这个你拿回家 我是希望这样 但是 对我来说 现在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这个是代表着我们全体的 是 有关系的 青云 有青云在这里 我都没有运行的了 有青云在这里 我死了两千重了 因为我看着这一套电影 我们看着它孕育的过程 每个人付出的努力 我都觉得 怎么都给一个奖 有一个 到我那时候都一个都没有 我是 而直接 摄之与和说的时候 我都摔着头 想着今晚都是没有的了 他说完好像旁边的人 好像阿露好像有点兴奋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有啊 我真的觉得 这个戏剧性玩得太大了 我想可能大家回去查一下 是不是都很少从来拿最佳电影 是其他任何部门 没有拿过一个奖 是不是 对我来说 这个戏剧性太大了 我真的有点负荷不了 所以有点激动 可能人年纪大 都容易激动 是 是 还有没有提问呢 右手边的朋友 你好 深圳卫视 我的问题是想问监制 监制 想问一下 因为这部剧 我们看到是香港的制作团队 加上内地资本的模式 而且有很好的成绩 那这种形式会不会继续呢 另外的话 这种形式你觉得会不会都会激发到 在这里 监制 右边 这种形式会不会激发到整个香港电影的活力 你觉得 好 是 是 这部剧是香港的制作团队 加上内地资本的合作 而且有很好的成绩 这个模式会不会继续 而且这样的模式会不会激发到香港电影的活力 你是怎么看 的确是这部电影是百分百的 香港制作团队的 你问 我估计未来 在我的立场来说 香港制作 你今天看到 有很多台前幕后 都有很多出色的 不同部门 都有很多出色的 未来之声出来了 尤其是什么部门都是 所以 我相信 未来香港电影的幕前幕后 都会 一日比一日好 所以 我们拍电影 只要 我们只会继续努力 希望 大家的幕前幕后都继续努力 希望 我相信 会有更好的明日 还有没有其他提问呢 我答了 右边的记者朋友 你好 想问一下子华 你电影演出的经验 其实都很丰富 但是近几年 都可以说 是你电影演出的巅峰 在成绩上 都非常好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 是吗 其实 如果今天有获奖 我也想上台澄清一件事 就是 其实 在这几年 即大约六年前 我二十年没有拍过电影 这六年 我拍了四部电影 其实我是新演员 我随时拍的电影 不够Dee多 不够他任何一位多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新的 我未来是无限量的 谢谢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